好,接下来讲一个重点内容 就是Ad关系 Ad关系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 收集分析Ad的用户并建立AdRelation关系 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我们发表微博之后 Ad的用户我们要去分析一下 然后把它存储到这个AdRelation中 然后要把这个UserID和这个 BlogID存储下来 完成之后呢,我们要去 获取Ad的数量 就是根据我们不同的人登录 进入手页之后,我们要获取Ad的数量 就是我们别人Ad了 之后我要知道多少个信息Ad了我 我们要把它显示的页面上去 比如说这个数量之后呢,我们才能引导用户去 点击这个数量的链接 然后进入到专门的一个页面 然后看一下到底都有哪些微博Ad了我 所以说我们 这小节我们把这两个问题给解决一下 OK,那分析 Ad,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 Ad理次 比如说你好 这个时候我们点发表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点个发表 反正之后呢 我们的数据表里面存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Ad理次 杠理次你好 就是原始数据 那它是通过什么存的呢 它应该是通过这个 我们先关一下这个信息啊 它应该是通过这个 路次里面 API里面 Blog Home 就是创建 就是Create微博的时候 然后它 然后去调用这个Create 就是Controller里面 这个里面 这个Create 也就是创建微博这个 函数来去存的 所以说在这里面 我们要去把我们 在创建微博之前 我们要去把 那个Content这个内容 去分析一下 Content的这个内容是什么 Content这个内容就是我们 刚才说的这个原始的内容 就Ad的用户的原始内容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分析一下 分析完之后呢 我们要把分析的结果 放在我们这个 AdRelations这个表里面去 好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 继续做这个事情 就叫 分析并收集 Content中的Ad用户 好 那我们看怎么做啊 因为这个Content里面 可以先在那写一个 Content的 格式 如什么呢 比如说 Hello 然后Ad 比如说叫 李四 杠李四 你好 对吧 它是这么一个格式 然后它格式里面呢 它没有用户名 它没有这个用户ID 就没有李四的Ud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去把李四的Ud 给获取一下 比如说可能还有其他的人 比如说 什么王武啊 对吧 这样的 可能还有其他的人 也就是说 它不只有一个人 所以说我们收集ID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 User ID List 给它定义成一个数组 但是呢 我们收集 用户的ID 之前 我们先要收集 用户的用户名 有了用户名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ID 给查出来 因为我们可以 根据数据库的信息 通过用户名 把ID查出来 所以说我们第一步 要先收集什么呢 User Name List 我要先收集用户名 好 怎么收集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么做 Content 它复制成 Content .replace 好 这个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 replace这里面呢 我们还是要放个 证明表达 我们可以参考 我们之前 我们先把这个 那边是考过来 就是我们要用 这个证明表达 这个之前写过 对吧 好 我们先把它考过来 然后把它放在 这个地方来 然后这儿呢 我们可以参考 我们之前的这个 写的这个 Blog Format 这一块 好 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Content .replace 然后我们真的 表达是第一个参数 对吧 然后第二个参数 是什么呢 你可以直接把它 放在这儿来 第二个参数是 MatchString 就是这个整个 获取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 字物串 对吧 然后我们要replace 要替换的 也是这个字物串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这个return 我们给它干掉 这个函数里面 我们最终要return的 就是这个MatchString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解析 这是一个替换 对吧 那替换完之后 这个Content能变吗 肯定是不能变的 那怎么把 它不能变呢 就是我们替换的时候 我们要替换它 然后返回 那也是它 也就是说 我们要替换内容 就是我们返回的内容 就是说替换完之后 等于没替换 对吧 它就不变 对吧 但是这样做 不就无用功吗 那错了 那不是无用功 对吧 我们要做的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做的应该就是说 替换虽然没有生效 就是说让这个替换不生效 就是这是预期的 但是我们要能拿到这个用户名 对吧 用户名 所以说我们的目的是拿到用户名 所以这个函数的目的 目的不是 是please 而是获取 用的name 而且我们通过这一步之后呢 我们能把所有的用户名 像李四万五 所有的用户名都能拿到 所以说 我们这个地方拿到用户名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用户名 放在这个数族里面去 对吧 扣使用的name 把它放在这里面来 好 这样的话 其实用户名就解析完成了 大家看是不是 这个函数我们就不够多解释了 这个里面的这个参数的名字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写的时候 我们已经解释了一遍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就解释一下 它不是为了替换 它是为了获取用户名的 然后用户名获取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用户名去干嘛呢 去获取到这个用户的信息 比如说我们 给你add用户名 查询用户的信息 查询用户信息干嘛呢 就是筛选用户ID 因为要获取用户的ID 那肯定要查询用户信息 这个地方就是说 最后是根据用户信息获取用户ID 那好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这个事就已经完成了 好 那我们看怎么一步一步写啊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这么写 然后const add user list 然后通过一个 awaits一个promise.out promise.out这个函数呢 大家如果不会的话 要关键熟悉一下啊 这个函数非常常用 promise.out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接收 一个promise的一个数组 所以说我们也通过这种形式 这个里面呢 可以反正就是一个promise的一个数组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数组 然后.map .map的时候呢 因为它每个都是user name 对吧 它是user name的一个集合 user name 然后user name它返回的应该是个什么呢 它应该是一个return 这个地方就不用下return了 就是单行的嘛 我们应该通过一个手段 去根据user name查询用户信息 我们看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在service里面找一下看有没有啊 应该是有的 service user.js里面看一下 应该有一个叫什么 getUserInfo这个东西 好 这儿 getUserInfo我们看一下 传上user name 就是一模password password可以不传 所以说我们传上user name 然后获取最后的这个用户的一个用户的信息 好 那我们就用这个函数来去做 这个函数当然要引用一下 service 我们通过这个serviceuseruseruser 从这里面把这个getUserInfo给它获取出来 然后这儿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粘错了 看一下 好 没有哈 好 复制一下 在那儿粘一下 好 完了之后呢 我们把UserInfo给它翻出来 大家看 getUserInfo这个东西 参数传上的UserInfo也要说 我们通过UserInfo查询用户信息 对我们去返回对吧 因为这个getUserInfo 它是个assign的一个预补函数 所以说我如果直接执行它 它返回的应该是个什么 它返回的应该是个promise 所以说正好 那我们为此这个promise.2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promise的数据 那这个地方返回的就是一个promise的数据 那好 那我们完成之后呢 我们 这个里面我们获取的就是 一个一个的用户信息的一个数据 我们把每个的用户的用户信息查出来 然后放在这里面来 最后呢 我们就把它筛选出一个 用户ID的一个列表 这个里面可能会有点绕 但是没有什么技术难度 只要你能理解这个promise.out 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以及promise.out 以及这个什么.map 这些函数就没问题 以及这个正在表现这块 接下来还是个map的函数 addUserList addUserList 这个 它是一个用户信息的一个列表 对吧 然后我们map一下 map一下 user 然后user.id 好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地方 把用户信息的所有东西全部提出了 提出完之后呢 我们只剩下一个user.id 返回来 然后它就是一个 addUser.id 之后我们在创建完了微博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创建什么呢 就可以创建一个 addRelation 创建这个 add关系 你说addRelation 大家看 微博的ID 应该就是通过这个 创建完微博之后 这个blog.id 就可以获取微博的ID 就是blog.id 就可以获取微博的ID 然后 这是微博的ID 然后用户的ID呢 都放在这里面来 它是个数组 它可能是一个 也可能是多个 对吧 那有了用户的ID 有了微博的ID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之前建的模型里面 在这个db里面 摸动 addRelation 有了用户的ID 有了微博的ID 这个关系比较简单 然后这个是否已读 我们就manage就行了 manage就是未读就行了 那已读之后 我们再去更新这个值就可以了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要 叫这个 service 就是service service去把这个 关系给创建出来 好 service呢 我们要建一个 叫addRelation的 这么一个GS 因为这是刚建的一个表 那么找到service里面 service 有机 先addRelation.js 这儿先把图示写上 微博 add用户关系 service 好 你的名字写上 好 然后呢 我们要建一个函数 async function 我们就要了什么 叫create addRelation就好了 就创建 add关系 当需要的参数呢 第一个就是blogID 第二个就是voodleID 对吧 这个很简单 好 我们先把这个图示给写上 number weblogID 然后 number 用户 ID OK 这个地方是 创建 weblog at用户的 关系 好 完事之后 不要忘了把这个 输入出去 这老中常谈了 我们就不再过多说了 那这里面呢 我们要建一个关系 建关系呢 那首先我们肯定是要把这个模型里面引过来 对吧 就是这个atturation 从这个model里面引过来 db model index 那好 从那边引过来 引过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创建了 对吧 创建这个我们都做了好几遍了 resout 不是成 await tadiocreate 就是创建了 创建的时候需要输入的参数 其实就是我们 我们刚才看的这个 这个模型里面进一段 第一个是U的ID 第二个是BlogID 然后这个Azray Azray的这个试乎一读 我们就默认识法 就可以了 不用传它 反正就是默认识读 对吧 好 那所以说我们就传一个BlogID 一个U的ID 就可以了 因为它是一个 对象形式的一个参数 所以说我们这个顺序变了 顺序颠倒了 没关系 这个地方先写BlogID 先写ID 没关系 就参数顺序变了 不应该是参数 应该是叫属性顺序变了 没关系 最后返回一个 Result.DataValues 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建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这里面去把这个引用过来 好 Require Service AtRelation 好 我发现这个Service里面的这个 我们先保存一下 Service里面的这个U的Relation 中央有个横杠 对吧 我们也为了跟它保持一样 我们也变一下吧 At-Relation 就是把文件名变一下 那这儿也得变一下 变一下 AtRelation 变一下 那文件名变完之后 这个小改动啊 然后CreateAtRelation 我们这儿就可以用了 对吧 这可以用 该怎么用呢 我们不能直接去创建 因为它本身呢 还是一个什么 它本身还是一个数字的形式 虽然说微博只有一个 但是这个 优户不一定是一个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呢 还有写一个叫 PromiseOut的形式 就所有的 创建多个 请求的这种形式 我们都用PromiseOut去做 Promise.out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 AtUser IDList 然后给它生成一个 Promise一个数字 好 这儿我们Return 单行的话 其实也没必要这么写 我们可以这么写 UserID 然后直接去返回一个 叫做 CreateAtRelation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把 大家看 传络的是 BlogID和这个 UserID 对吧 BlogID就是 Blog.id 然后UserID呢 就是这个 UserID 这个菜 Blog.id是 Blog刚刚创建的 微博 它是有ID的 对吧 那UserID呢 就是这个 AtUserID List 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最终呢 我们这儿 加个注释 叫返回 好 那大家看 我们做的这些工作啊 就是上面这一坨呢 其实就是干嘛呢 上面这一坨就是 我们在这个 Content里面 这种形式里面 我们去把这里面 AdS所有的用户的 这个ID 给它分析出来 并且放在一个数字中 就上面这一坨 工作的工作 然后下面这一坨 创建完微博之后呢 根据每一个 AdS用户的ID 都创建这么一个关系 就是BlogID 和UserID的 这么一种关系 那创建关系呢 是通过这个 AdRelation 这个Service来创建的 就是在这个 模型里面 我们去插入 就是几个UserID 我们就插入一条记录 这个插入的记录 BlogID是一样的 因为微博 都是同一条微博 但是它AdS的用户呢 可能不止一个 可能是一个 可能是两个 也可能是很多个 所以说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那好 那首先我们到控制台里面 它已经启动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 Consol.log打印 我们先把它干掉 不是这 AdRelation里面 这是Consol.log 是我自己 小时的时候加的 这个删掉 没有 重启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刷新 这个时候 我们之前加了个 AdRelation 你好 对吧 这个时候 AdRelation里面 应该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还没有 开始加 那我们可以 查一下 Consol.log 再查一下 好 大家看 UserID是2 BlogID是4 Blog是不是4呢 我看一下 好 这个BlogID确实是4 对吧 UserID是2 李斯的ID 应该是2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面来 然后这个AzDread 这个是0 0就表示false 我们刚才解释的 那个数据类型了 0就表示false 如果变成1呢 那也表示true 反正就是这个 就是未读 OK 那做到这么半天 我们只把这个第一句话 给做出来 就是收集分析Az用户 并建立AdRelation的关系 建立完关系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获取这个Az的用户 用户的数量 对吧 那为了演示一下呢 我们这儿可以再去 注册一个用户 比如说我们注册一个 网5这个用户 我们再 另外打开一个 打开Siphany吧 打开6.7 为什么没有讨论成功 比如说我们再注册的用户 比如说叫网5 好 用户名 写拼音吧 密码123 123 来 注册 好 网5123登录 发个微博 比如说我是网5 OK 这个时候就改一下设置吧 城市 比如说深寨 写个大城市 那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 广场里面有张三和李四 对吧 应该是 那我们比如说 我们关注一下 网5 关注一下张三 然后呢 网5再关注一下李四 这个时候首页里面 张三李四都有了 对吧 比如说他 写一个微博 爱他一下两个人 我们就看两个人的情况 粉丝两个人了 对吧 你们好啊 就这么写了 艾特李四 艾特 张三 我刚注册的 发表 发表成功 发表成功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大家看 现在这是 艾特里列圣的 这个刚刚查到的情况 只有一条 对吧 那我们再来一遍 好 大家看有三条 就这两条是新建的 BlogID是6 这个应该没问题 网5创建的BlogID是 是6 对吧 这个这条没问题 然后这里面 我们看一下 艾特relations里面 BlogID是6的话 他优的ID是2和1 2和1呢 就是李四和张三嘛 那这就是说 我们创建了两条 艾特relations 就是6这条微博 就是网5的这条 微博 他艾特了两个人 两个人的优户ID 分别是2和1 就是李四和张三 顺序都是一样的 好 那就证明我们这个艾特relations 这个没有问题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回答来 刷新一下 这个时候粉丝 就多了一个网5了 这也是我们之前做 那个关注关系的 这个地方实现的 没有问题